秦朝 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而秦朝的开创者秦始皇 也是被后世之人尊称为千古一帝 足以见得他在人们心中的 形象是怎样的 可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王朝 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只有十四年 与此同时 历史上对于秦始皇这个人 也是褒贬不一 而且很多时候 人们常常把秦朝的灭亡 归结到他的暴政上 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暴政只是一种假象 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后代史官不敢写 也不想写 那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说起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语过 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他统一了六国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 首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同时在这之后 也是历经图治 统一度量衡和文字 设立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封建专制制度 让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秦始皇也有遭人吐槽的地方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暴政 想必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吧 有这样的标签可不是空血来风 从一些事件就可以得知 就比如他焚书坑儒 烧毁很多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 连带着其他学术流派的著作 也未能幸免 还坑杀了不少无辜之人 这些大部分都是有学识 有能力的人物 如果好好的加以利用 必定会为秦朝的发展做出贡献 只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其次他就是遵循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采用依法治国的理念 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太过严苛 就拿秦律举例 这部法规可以说是当时秦朝的基本法典 很好的约束百姓稳定了社会秩序 但是这秦律实在是管得太宽了 就连随地吐痰 或是扔垃圾 都有可能吃官司 这谁受得了 最后 秦始皇这个人也是一声征战 双手沾满鲜血 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的政权 自然要采取强硬的手段 对一切阻拦他前行的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 就比如他活活逼死了意图掌权的吕不韦 变相或是直接杀了原本六国的君主 虽然其中有不少已经选择投诚 愿意复首升臣 可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选择放过这些人 而是杀之而后快 这也就让我们认为 此人杀法果断 毫无人性 因为以上种种事件 秦始皇一直备受世人争议 很多时候 人们也把秦朝的灭亡 归结到他的身上 可事实上 真正的秦始皇 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 焚书坑儒一事 人们只知道 秦始皇坑杀了很多无辜 烧毁了不少的著作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 秦始皇杀掉的大部分都是术士 这些人虽有学识 可是各有各的想法 这些存在巨大思想分歧的学者 不但难以为己所用 反而还会动摇统治的根基 左右百姓的思想 所以也是该傻 还有他大兴土木 修建万里长城 在当时来看 的确是劳民伤财 而且死伤高达150多万 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实际死亡只多不少 人们谴责他也是正常 但是从长远来看 北驻长城却很好地抵御匈奴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入侵 而且也避免了中原王朝的分裂 这样来看 其实是力大于弊的 而从其他方面来看 秦始皇也是一位很仁义的君主 他在秦朝建立之后 从未杀过一个功臣 比如开国武将蒙田李信等 文臣李斯冯杰等 在后世记载中都没有被杀害 反观汉朝或其他朝代 鸟尽工藏兔死狗烹 开国功臣被无缘无故杀掉 数不胜数 这样一对比 秦始皇还是很重情义的 同时下属的建议和决策 他都会认真听取 选择最佳治国方针政策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 秦始皇一点错误都没有 只不过他犯的错 其他的帝王也同样会犯 毕竟时代背景摆在那里 传统思想束缚人心 他不可能脱离时代 但总的来说 狭不掩狱 可能会有人说了 他加重赋税 治国严苛 最终秦国灭亡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导致的弊端 难道他没有责任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 秦始皇治国理政的方法有弊端 导致秦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也一直致力于进行改善 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统治如此大面积的国土 暴政也是为了在短时间内结束混乱局面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秦始皇常年寻有全国各地 目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 加以解决 最后还在第五次东旬的时候 病死在了路上 你说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帝王 会是昏君吗 在他去世后 按照原来的安排 皇位是要给公子扶苏的 可惜人散不如天散 皇子胡亥也寄予皇位 并联合赵高等人谋权篡位 杀了扶苏不说 其他的二十几个兄弟姐妹也未能幸免 手段可谓是极其残忍 而这秦二十继位 才是真正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 他延续秦始皇的政策 可是他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雄涛伪劣 再加上他贪图享乐 所以没有办法掌控大局 与此同时 赵高和李斯等人干政 陷害不少忠臣 这让之前隐藏的问题愈加明显 社会矛盾激化 然后紧接着爆发了陈胜吴光起义 向与刘邦争国天下 这些事情的发生 肯定是和秦始皇没有关系的 只能说是亲二世自作自受 要不是他昏庸无道滥杀无辜 也不会导致秦朝早遭面临灭亡的结局 对于这一系列的变故 后世的史官也是没法记载 一来是秦二世只在位三年 而后又有个秦三世 但是只在位几十天 总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这样人身上吧 二来就是这秦二世比秦始皇更凶残 史官要是实话实说 肯定遭杀身之祸 为了不得罪皇帝和其他的权臣 有些实话不能写也就跳过了 久而久之 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 集中到秦始皇身上 以至于造成了对他个人的误解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想要了解其中的故事 只能通过文物和史书 可是这些史书所记载的内容 真的是全部的真相吗 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 不能只是片面的从一个角度来分析 而是要站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 更全面更客观的来评价 接下来说 秦始皇陵墓难道是空壳 专家打了四万多个孔 终于发现了真相 公元前210年的夏天 始皇帝秦王嬴政去世 其灵鹫被葬于一座十分宏大的陵墓之中 此陵墓的修剪工程 自其生前便开始了 先后历经39年时间 工程最鼎升时期 拥有工人七十余万 相当于当时全国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20世纪七十年代 我国的考古学家们 在位于近陕西省西安顺林桶区 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 除了我们知道的兵马俑一二三号坑之外 还有面积达将近十平方公里的地宫 不过幸好位于地面的建筑废墟 没有完全破坏 考古专家们就在这些废墟下 进行发掘和钻探 足足打了四万多个神洞 才确定了真正的地宫的位置 在位于地面以下三十多米的地方 而且在地宫的周围 并没有发现被人为大范围破坏的痕迹 因此专家终于发现真相 看来秦始皇陵应该并没有被人为动过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驾崩被厚丧 灵鹫存放在一个十分宏伟的陵墓当中 关于秦始皇陵 还未登上皇位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修建了 前前后后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 无数民工前赴后继 鼎盛时期总计七十多万人 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修墓 据说秦始皇的陵墓 在他去世之后被项羽带人给挖了 说的还非常的真 说有三十多万人运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后来还放了一把火 把没有拿走的宝贝 全部烧毁了 虽然史料上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秦始皇的陵墓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一座空壳子 随着科学手段的进步 秦始皇陵的真面目逐渐被发现 从中出土了许多铜制马车 出土的地点就在地宫的西墓道 有记载说道 这座皇陵曾遭受火灾 如果真是这样 木道中的陪葬品应该先行被焚毁 但是出土的文物却表明 没有火灾迹象 甚至没有被盗绝的痕迹 是不是就能证明秦皇陵 一直完好如初呢 为了确定地宫的位置 曾经使用摇杆和打探洞 等多种方法进行探测 最终才确定了 秦陵地宫在深达35米的风土堆之下 整个地宫都被厚厚的土墙包围 厚度有四五米 围绕着地宫的长度有300多米 整个地宫大概相当于 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而秦始皇的墓室 位于地宫的最中间 探测后 专家才发现 秦陵地宫并未被盗 当时专家曾在风土堆中 打了足足四万多个探洞 可是并没有发现 有大规模人为破坏的痕迹 只在距离地宫很远的土层中 发现了两个深度 还不到九米的盗洞 这个距离离真正的地宫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可以证明 还没有人进入过地宫 而且在地宫旁 最近的陪葬墓室 所发现的铜马车 也完好无损 并没有发现 曾经被火焚烧 或者被人破坏的痕迹 再说 古代缺铜 这么多的青铜器物 如果被发现 不可能还完好无损地 留存下来 而且 现在地宫中 还存在着大量的水银 众所周知 水银的挥发性极强 地宫如果被打开 水银经过几千年的流逝 不可能还存在 所以经过推断 地宫还是完好无损地 存在于地下 被深深地保护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